你以為告就表示你清白嗎 我們現在會相信嗎 你敢告就是你清白 你不要把老百姓當白癡吧 你這樣子破壞體制 大家心知肚明 反而壞了你的政治前途 你還有政治前途的對不對 不像那個人已經做到頂了 他現在都是想盡辦法 要保他的權位 可是你想想 那個殘害到整個台灣 在歷史上 我覺得不要到歷史上 給他蓋觀認定 我現在就要結案 我一直在說服 我們的團隊裡面的人 我說論文門要結案了 太明白了 不需要再去吹毛求疵 再讓他們有這種胡說八道 在這裡掙扎的一個空間 不必了 因為我現在不祈求 你司法能定案 我們現在要歷史定案 也不必等那麼久了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他就是假的 天下不可能有他這樣的論文 他做也做不出來 有人警告我說 你要小心他拿一本論文給我 我說他做不到 他本來夠笨了 他再聰明也做不到 我說我叫我回去寫40年前的論文 我也做不到 我這個腦袋已經 怎麼回得到40年前 你不要說我叫別人去幫你寫 人家更遠了 我自己學這個 我要回到40年前的概念 去寫出那些東西 知道我做不到 我自己腦袋在改變 然後資料也不一樣 周遭的環境也改變 你的同儕也不一樣 你討論的問題也不一樣 造假造不了的 騙人騙不了 你再精緻的一個手段 是因為你有權 有事 可是你是很笨的 所以才會做出錯誤連篇 一個博士論文有兩個作者 然後他完全沒有想到 Richardson會去追查口試委員 所以他到最後2019才去布局 這個口試委員 已經太晚了 2007年他有權勢做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他就開始去掩飾這件事情 就是布局 就是在目錄上下手 在這個名單上下手 找一個可以騙人的論文 哪那麼好騙 如果你是林志堅的話 我還真的不想看 我不在乎林志堅 你有沒有學位 你有沒有造假 你的誠信今天被人家指引之後 你對你誠信負責就好 可是蔡英文不一樣 你不要去學蔡英文 我覺得我們應該給他結案了 以後怎麼樣處置蔡英文 是政治活動 原來我們還期待司法 可是司法這兩年的表現 讓我們知道了 原來你司法已經死成這樣子 已經無恥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台大慚愧 法律系慚愧 你教出這樣的學生 這些學生現在是中流砥柱 不管在政界在學界 都是中間分子 這些學生 陳明通請你出來 你怎麼對你的學生負責 將來另外一個林志堅 在政治上碰到這樣的一個阻礙的時候 你陳明通要不要跟他道歉 跟他下跪 你怎麼教出這樣的學生 你今天還有臉講這種話 你連最基本的學術你都不懂嗎 你連最基本的倫理你都沒有嗎 你不知道 學生跟學生之間論文這樣 互相抄來抄去 你今天出來還替他掩飾 師子教不言 師子舵 你老師做了什麼示範 你能夠有能力指導這麼多學生 你天天在忙政務 還可以指導這麼多學生論文嗎 台大為什麼讓這樣的戲所存在 台大為什麼可以讓這種東西通過 教育部你不要反省 你這幾十年來你的政策 你每一個政策都被扭曲 都被轉換成一種魔力啊 或圖力個人啊 然後讓壞人囂張 讓真正的學者消沉 讓真正想從事學術的在外面流浪 這件事情要負責的是我們的教育單位 是學術單位 你出資爛造 包庇容忍 幾十年就這樣下來 整個國家就是被詐騙完掉了 蔡英文最大莫及啊 最灌買銀啊 他如果要按照刑法上 好好的去制裁他的話 每一條條文都逃不了 他在賣國嘛 他把國家搞成這個樣 他把司法搞成這樣 就足夠了 我覺得就構成淚亂了 現在不是在去跟他爭辯論文真假的問題啊 他還在操控他黨內的選舉 黨政軍媒1450網軍 這都是他將來在歷史上留下記錄的 為什麼? 找下記錄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